好 台铁2023仲夏宝岛号在这个假日迎来最终班次 为了欢迎一年一度搭乘仲夏宝岛号的游客 以及提升复礼在地农特产品的知名度 最后一梯次特别跟复礼乡的农会共同来合作 将市集地点移到复礼乡农会的复茶堂后方的草地 游客在导览志工的带领之下 步行方式游览复礼之美 台铁2023仲夏宝岛号 在这个假日迎来最终班次 为了欢迎一年一度搭乘仲夏宝岛号的游客 以及提升复礼在地农特产品的知名度 最后一梯次特别与复礼乡农会共同合作 将市集地点移到复礼乡农会经营的首座 国产材建筑复茶堂后方的草地 游客在导览志工的带领之下 步行的方式游览复礼之美 好吃的一些首座的传统的面试 还有我们在地的咖啡 在地的茶 还有在地我们农民数种植的这些蔬菜水果们 都会在这里跟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游客分享 所以也很开心 这个众校保导号 我是觉得顶尾身份头太少了 因为复礼现在正值竞争滑稽 应该很久一点的时间让他们可以去欣赏 深入一下看看复礼的美景 2017最佳建筑奖的复礼火车站 并在主制的装置艺术前拍照打卡 以及在民歌手悠扬的乐声中品尝在地的美食 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些 这个地方的特色产品 就是有机的农产品 还有相关的社区的一个表演 我想这个冰煮静欢 也让所有的好朋友 看得到我们复礼箱 这么美的一个景色 也还有相关的特有的农产品 仲夏宝岛号列车的到来 除了可以满足铁道迷对蒸汽火车的追求 同时也可以促进及提升地方观光及能见度 这个最终班次 仲夏宝岛号列车选择与在地农会共同合作举办 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复礼最优美的一面 记者高双双复礼箱采访报道